别吓得我 你几日未见 还真是一点都没有改啊 都是假装摔倒 然后故意找机会碰我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我之前每天在那儿叫唤叫唤 我在外面给你加油打气 你怎么还那么说话 你怎么还冤枉我 你放手 放手 你放手 我要不放呢 你这个人不是有洁癖吗 不是最怕别人碰你吗 我告诉你啊 我刚才外面摸了很多东西啊 什么帽啊 狗啊 青蛮艳丝围啊 反正全部都是臭东西 不费你问问 臭死你了 行了 好几天没给你补健康长寿了 今天一并给你补气 怎么起一个命 碰你吧 那当初是谁在冰窖里面 又哭又好 说自己不想死的 看来我是白鸡 救他了 我当时应该让他 直接冻死的 你不也还是老样子吧 口是心非 嘴硬心闻 你娘来了 我要你 九儿 娘给你准备了 人呢 这丫头 刚贴完膏药就往外跑 你好 那个 我看你面色红润 应该是不够了健康长寿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那个 明早 你早点来读查卫吧 你还真把我当成一个尤询了 每天还要硬谋不成 笨蛋 是我自己办事不力 我审不出那个张玉初的同盟 他一口咬定就是他自己犯的案 我 我 需要你 读查卫自询脑筋最好使的这位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棋族最孤傲的奇人殿下 我 需要你 帮我查案子 好 明早督查卫去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我在想 既然你是棋族的殿下 那不应该你一声令下 整个棋族都出来帮你找那个 三到八的棋族吗 因为 她是我们所有人 都在找的一个故人 我要抢在他们找到她之前 先找到她 那你回去吧 穿好了 走了 你 三到八的棋族 终于 一 二 一 一 二 二